是全球舞獅總冠軍 不是 對啊 L-O-E-D 人塞過L-O-E-D 咖哩雞腱又來了 眼睛在動我 好帥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長得好像我的狗狗 冰狗 麥可 45度 速度 月球漫步喔 太酷了吧 月球漫步 一個禮拜沒練 真的上去就一定不穩 獅頭手跟獅尾手 就像一對生命相依的兄弟 需要長期的練習 跟完全的信任 而享受飛翔的感覺 獅頭手怎麼講 只能說自己的生命都交給獅尾 可以這樣子講 因為 因為 因為你在做什麼 做有些動作 就是 獅尾在控制你 就是他把你張落的事實 然後獅頭手就是 獅尾會跟你講 儘管跳高就好 對 什麼都不要想 什麼都不要想 然後獅頭手在上面 這樣 就是做每一個 跳躍的東西 就感覺自己 自己真的很像在飛 當然 試驗當中 難免都會失誤掉下來 不過冠軍的實力 就是從這些失誤當中 慢慢的累積而成 練舞沒有管什麼 天后好與壞 刮風下雨 颱風天都是在外面 我們練的時間 颱風天都在練了 那就不用再講下雨 風大了 為什麼長青旅士福龍師團選手 能有充沛的體力 來完成各項的難度技巧 首先就是要功夫底子 如果沒有深入了解 很難想像 世界失望冠軍 就是從這邊走出去的 這支冠軍隊伍 是來自基隆長青 呂師傅呂加班 我們給他們最熱烈的掌聲 再一次恭喜基隆長青 呂加班 師傅說每次出國比賽 即使拿到冠軍 總獎金也根本不夠 付機票 住宿費 但是呢 師傅認為還是要報名 他說 這是給徒弟一種成就感 讓他們有動力 有機會去國外 看看不一樣的世界 多方面 多層次的一個精進的地方 而且不管是 以武會友 以私會友 還有看人家的一些技術的轉向 回來不斷的來去充電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看影片 能到國外當然很高興 可以看到更精密的東西 可以看到大家國外的一些水準 然後可以讓我們更有收穫 看他們努力的練習與投入 為基隆長青這名大旗 背著台灣中華台北國手 人號到台灣去當地 當旗子在海外飄泳的那一刻 勝利的滋味跟淚水 讓練功的辛苦都隨風而去 也讓他們的人生價值觀 不斷的升級 拿到冠軍之後 我只有一個觀念 就是想說 台灣人在幫台灣做事 就感覺沒有給台灣人丟臉對不對 然後後來師傅派教練過來找我 然後教練也跟我講了一些話 講什麼話 就講說 每一個人 就是他說 武館來的那個學生 每一個人 都是來自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環境 然後 大家 相處在一起 一定有 自己也會有一些 困難的問題 就是自己沒有辦法克服 然後媽媽也跟我講很多 當初是你自己選這邊 然後你現在又說不要 你這樣 這樣我的聯王哪裡放 我已經跟校長啊師傅都答應說好了 然後你自己又不爭氣又這樣子 所以想說 對啊這樣子也沒有辦法 那麼多 後來有失去很久 想說 沒關係 再回去試試看 後來 就一直這樣練下去 當年張俊偉練出興趣之後 還把同學張玉成帶進武館 兩個人靠得絕佳默契 近年來成為國際武士大賽的常勝軍 剛開始我來也是很瘦小嘛 然後就練什麼都覺得很累啊 會覺得很煩 一直這樣練 可是我是 好奇而盡啊 我心裡想 我要成主 我要加油 然後我就這樣練 就每天都 跟著大家一起這樣 訓練這樣 就覺得還不錯 能夠做我們盡量做 把小孩子 把他導正 那我認為這個用 比再多錢給我來的值得啊 師父說 有了團體管理跟紀律的生活 這些後勁徒弟也慢慢的習慣 師父認為 沒有真正的問題少年 只有問題家庭 所以師父跟師母認為 不放棄每一個小孩 把每一個小孩交好 這件事情 比拿世界冠軍還要重要 所以我跟徒弟講 你們要在人的跟前 不要再跟後 我們要成龍不要成蟲 好好的努力好好的發展 這是我最大的目標 跟我的方向 所以徒弟啊 他們今天的努力 的成果 讓我最大的欣慰 跟最大的一個一個高興 近幾年比較穩定的演出機會 讓孩子們三餐溫飽 師母也比較不用皺眉頭 而師母還會用臉書 鼓勵大家快樂的向前走 我們發現 常經與師父跟師母 除了焦徒弟 在武師方面 拿到了世界冠軍 在人生教育方面 他們也是世界級的學者 剛開始的時候我想 可能就是只有五龍 結果後面想說 因為可能就是地界的問題 他們想 因為 河濱島這邊的話 就是屬於漁業 漁業方面 搞個移鎮 把龍跟魚 來做一個結合 那起先是想說 這邊的小朋友也很活躍 那起先剛開始在學的時候 小朋友沒有那麼高大 沒有想到說他們的智慧 比一般在市區的那些學校 他們的活動量 還有他們的學習能力 又很強 結果沒有想到 在短期間內 就把他學起來 然後又到外面去比賽 拿冠軍 他甚至開發了一套施拳 師父笑著說 如果會打施拳 就會武師了 對 對 而且 剛學的人 他進來他不會覺得很枯燥 又可以學到功夫 又可以把功夫帶動到武師 又可以把武師的舞步 可以帶動到功夫 對 相得益章 其中最重要的高空跳樁舞師 更是目前國際比賽重點 而精彩的演出 讓龍師記憶更廣為人知 像少林寺 他採木人樁 這是用木頭 大木頭 一上去就在那邊 打這邊功夫 在那邊練 實際上是這樣子演變出來的 演變出來的 而且 而且我們以前 在上梅花樁上去 都是空翻上去 空翻下來 然後就在上面搏斗 然後博代 那也就是因為這個樣的驚險 才把它帶動到龍師這一塊 把龍師這一塊 把它用到競技場這一塊 而且現在演變到 把這個棉花樁把它放到水中間 水上的擂台在打 桃園 大陸 廣東 浮山 都有 對 所以說 這也是時代的 進步的一個走向跟趨勢 像畫面上的獅子爬竿 一駐晴天高空特技表演 全靠丹田頂住竿頭 要求的功力更加扎實 目前很少團體願意表演 所以師傅也要求弟子 要勤家練習 必免失窗 第三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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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師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台灣的東西 我們可以讓國外來看我們武的 我們未必要去所有東西都要學他們 我覺得這種傳統的東西不能斷 我們要 因為台灣要有台灣自己學習的一樣的東西 呂師傅對基隆這個故鄉 有深厚的情感 他也用許多優秀表現 來榮耀基隆 我們 在這個地方已經生根蒂固 從廣東到基隆這邊 起碼有六十年了 那我從小也都是在為了基隆這個 武術國術在打拼 以前國武術的成績就已經不錯了 已經打下很深厚的一個根基了 當然生活基隆人有這個本領 當然是 當然是以基隆人為奧樓 對啊 起碼人家知道基隆有這個冠軍隊伍 對不對 可以走得出去 走得出去到國內 國外 他用愛心來照顧一群又一群的少年 在一條小小的行阿隊 練少林功夫 以及武士的記憶 讓他們從基隆出發 卻看到更廣大世界 也讓世界認知基隆 你們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咧 我實在是心臉的方法 你們啊 但台灣現在這種東西 這麼困難做嗎